据房地美的经济学家预测,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在2023年将平均为6.3%,在2024年将平均为5.7%。 年初,芝加哥房地产经纪人Jeremy在圣诞节后前往佛罗里达州度假。 去年下半年,房市的降温导致他手中还有一堆的带手房源。 他预估,接下来的五个星期基本上都是清闲的。 但没想到的是,这位经纪人没能好好享受假期,最终不得不在度假期间三次飞回芝加哥。 因为有七套房屋竟然在这一年中的淡季签订了购买合同,房市萧条,似乎触底了。 Jeremy表示,大多数人已经接受了现在的利率。 在经历了几个月的低谷之后,美国房地产市场貌似已经接近底部。 随着初春购房旺季临近,曾经持观望态度的买家开始考虑下手购买了。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,买家想要的房价暴跌并未出现,房市似乎正在触底反弹。 那么,最新的美国房市数据又如何呢? 2月22日,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公布了2022年1月全美房地产数据趋势报告。 首先,来看看那房屋销售情况。 1月,现房销售总数400万户。 这是城屋销售量连续12个月下跌,跌至12年来的最低水平。 不过,下滑速度有所放缓。 接着,是房价情况。 1月,全美现房销售中位价格为35.9万美元,已经连续第5个月出现下跌。 不过,房屋售价相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.3%,涨幅为2012年2月以来最小。 Zillow首席经纪学家称,即使房价自去年8月以来有所下跌,但如果你在2020年2月买了房子,你的年收益仍会达到11%。 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首席经纪学家表示,月销售量温和下滑,房价还在小幅上涨,暗示着楼市低迷可能接近尾声。 那么,房价是否将要触底反弹呢? 首先,在讨论房价走势时,我们始终需要关注的条件是供给和需求。 当需求增加而供应减少时,价格就会上涨,这是房地产市场始终遵循的规律。 而近一段时间,房屋库存数量正在增加。 1月,活跃房源总数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5.5%,这对买家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。 截至1月底,全美房屋总库存为98万套,尽管房屋库存数相比于大流行钱来说仍然很低。 但是,库存增加意味着买家渐渐开始拥有更强的溢价能力,同时也能看到更多可供选择的房屋。 库存增加也促使更多买家重新回到市场。 根据CNBC的报道,房地产经纪人的报告称,开放日的客流量出现了比往年更早的激增。 一些房地产经纪人甚至看到了竞价战的卷土重来。 购房者活跃,但供应仍然不足。 可以说,目前房价上涨的走势不会出现逆转,但上涨速度可能会放缓。 1月,房屋平均在上市后的33天内售出,而去年同期为20天。 代售时间的增长反映出有更多房屋出现在市场上,而更多的可供选择的房屋可能有助于首次购房者。 据统计,1月,首次购房者的比例占总体房屋销售的31%,高于去年同期的26%。 这说明,一些有刚需的买家在2022年等待了几个月后,在今年年初开始按捺不住,纷纷准备下手了。 地产经纪人Jeremy也称,最近他的买家大多是一些首次购房者,他们并未经历过3%水平的抵押贷款利率。 目前,6%左右的利率并不是他们最关注的。 据房地美的经济学家预测,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在2023年将平均为6.3%,在2024年将平均为5.7%。 随着利率逐渐稳定,房价涨幅放缓,房市从卖房市场转向买房市场,给购房者带来了更多机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